都说娱乐圈鱼龙混杂 名利纷扰 在未婚生子这件事上也不足为奇 有的连续生了四胎 也并未结婚 有的至今身父沉迷 1.王子文 2021年3月 在某明星恋爱综艺中 王子文首次公开承认自己有一个儿子 这个自曝不免引起很多网友的关注 毕竟王子文看起来很有少女感 很难认为他竟是一个七岁孩子的母亲了 由于王子文还未公开过儿子的身父 很多人猜测是王硕 还有很多人猜测是富二代刘峰元 对于这些王子文全都否认了 而对于儿子的爸爸是谁 至今依旧是个谜 不管怎样 王子文遇到了接受他一切的吴永恩 希望王子文以后的路也会越来越好 2.红星 红星的感情十分坎坷 年轻时和香港富豪刘乱雄纠缠不清 随后又与莫先生有过感情 俩人还有一个孩子 而对于这个孩子莫先生并未认可 也正是如此 红星成了单亲妈妈 他坚持将孩子生下来一个人抚养 而时隔多年 莫先生又想通过法律途径 想要毁孩子的抚养权 受到了网友们的痛骂 当初红星怀孕生下孩子的时候 他毫不在意 如今却来争夺起抚养权 未免有些太过分了 而现在红星已经嫁给了 内地男演员张丹峰 至于幸福与否 只有当事双方才知道 3.吴佩茨 相比于前两位女明星的故事 吴佩茨未婚生死的经历 却有些让人难以理解了 有着美丽外表的吴佩茨 从踏入娱乐圈的那一刻起 她的目标就十分明确 那就是调超级富豪 有媒体报道称 吴佩茨的历人男友都是富豪 其中与他相恋最久的 就是富商纪小波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 吴佩茨在未婚的情况下 就为纪小波生下了二女二子 没以为有了孩子 就可以顺利嫁入豪门 可纪小波却没有打算娶她 吴佩茨的豪门之梦 似乎有些难以实现 如今纪小波的生意 大不如前资产缩水 不知道吴佩茨的日子 接下来有没有以前那么好过了 4.热衣扎 2020年12月 热衣扎在社交平台上 晒爆娃罩官宣当妈 这个消息一公开 就引起了热烈讨论 毕竟从来没有听过 她恋爱结婚的消息 就突然公布自己有了孩子 在发布的文字中可以看出 女儿的到来 让热衣扎的生活 重新充满信心 据悉她一直对外宣称 自己患有抑郁症 需要吃药维持情绪 如今生了孩子当了妈妈 热衣扎变得坚强多了 抑郁症也好了很多 在她与粉丝互动的时候 她表示 在世俗的眼光 还在探讨爸爸是谁 什么时候怀 什么时候生的问题时 我却一直在顾虑着 孩子如何成长 该如何让自己 蜕变得更好 希望在照顾好女儿的同时 也可以给我们带来 更多好的作品吧 5.纳英 纳英作为中国华语乐坛 著名女歌手 也是未婚生子 而这一期还要追溯于 她与高先生的爱情故事 1995年 纳英认识了足球运动员高先生 俩人迅速坠入爱河 当时两个人在国内都小有名气 所以他们的恋情一直饱受争议 尽管外界不赞同 球迷抗议以及父母的反对 纳英依旧选择与高先生在一起 2004年 纳英为高先生诞下一子 很多人都以为两个人可以就此结婚 谁又能想到高先生被爆出外遇 早就与别人有了私生子 在众多舆论下 纳英与高先生分了手 结束了长达10年的恋情 如今纳英遇到了 接受她的梦童 还为她剩下一个女儿 一家四口幸福美满 纵观娱乐圈的各位未婚生子女明星们 她们有的最终收获了幸福 有的因为孩子对付宫堂 甚至有的孩子身世沉迷 至今身负尚不明确